開車 好了,可以了 各位 KDE 粉絲的朋友大家好 很久沒出現了 我出現的話就代表我們經理又在忙了 所以就給我機會自由發揮 今天要介紹的是 B&W F30 328 的道路板安裝 今天車友早上來試乘 來試乘之後就覺得很滿意 所以就跟我們決定要當場安裝 我們這邊就是工廠 工廠這邊都有現貨 所以可以馬上支援車友安裝 事不宜遲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原廠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是 F30 它的原廠避震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只是前面的部分 車友可以看到他這個原廠的堂皇 他比較大捲比較舒適 那這是他原廠上座做的比較大顆 那有些車友 他如果想要舒適一點的話 那我們 KT 有專門為 F20 F30 之類的避震器 那有幫他設計原廠的 沿用原廠上座 那他配置的堂皇就是比較大捲的比較舒適 那如果說車友要比較有操控性的話 那我們就會把它換成直捲彈皇 那換成直捲彈皇的話 KT 就會附我們的前上座 就不用沿用原廠上座 這樣也比較方便即時在施工的時候 直上直架就可以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避震器的部分 後面避震器呢 BMW 或是賓士這些歐系車啊 比起日系車來說呢 他的阻尼設定會比較硬朗 對 那日系車他做的比較舒適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壓阻尼 要稍微 是要稍微濕一點力才壓的下去 這樣 就在原廠後面避震器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呢 這後彈皇他本身也做的比較長 所以我們KT呢 也有專門為BMW F30的部分 把彈皇做的比較長一點 可以符合他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 後面裝好 我們先從後面開始看好了 這是我們安裝後面避震器的部分 師傅已經施工好了 可以看一下這裡 這是我們上面避震器 在調整阻尼的地方 那車友呢 或許會看到說 這個白色啊 銀色這是什麼東西 是狗的 有什麼 有的沒的嗎 沒有其實不是 這是我們KT 比較貼心的一個地方 我們有上這個防鏽油 來避免說 有碰到積水啦 或是生鏽的狀況 那我們定期呢 就是會建議車友 如果說有遇到大雨啦 或是洗車之類的 我們過一段時間 就把它補一下這個防鏽油 來延長它避震器軸心的壽命 好 那看一下這個彈皇 剛剛我有提到 這個彈皇的部分 我們後面也把它做的 比較操控性一點的 直捲彈皇設計 好 那調整車高的話 要調整哪邊呢 Hilo Key的上方 對 我們是從Hilo Key這邊 這個我們叫所謂的彈皇調整機構 我們是從這邊去調它的車高 而不是透過桶身喔 桶身的作用是在壓縮 在幫那個彈皇還有調整機構做預壓的 那預壓要多少 大概3到5mm就好了 那麼如果超過3到5mm的話 已經超過這個樹脂 那麼做起來感覺就會非常的 就會比較緊繃 會覺得不舒服 會覺得死硬 比較挑這樣子 所以呢 後面這種 糖果與避震器分開的懸吊系統 每次直播差不多100次 裡面有1000次 經理都會特別在跟車友叮嚀說 或是跟計時說 這部分調整的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調整機構的部分 我們KT調整阻尼的地方是從這邊 那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一格就是一段 KT總共有30段調整阻尼軟硬 什麼問題 軸心如果已經生鏽的話 我現在要怎麼處理 如果軸心已經有生鏽 然後是有卡住或是拔不起來的情況呢 就是可以回那個安裝的店家 請他幫你檢測 看有沒有辦法 或是可以稍微噴一下WD40 看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生鏽的狀況 把它稍微排除一下 那KT這邊呢 如果說有需要更換軸心的話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製造工廠 所以說如果需要換零件或是維修的話 都可以找我們的店家這樣子 來介紹一下這個輪胎 這個輪胎尺寸是225458 蠻瞄準的一個輪胎尺寸 那這個框也改得還不錯 好 前面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到另外一邊 今天呢 彈簧我們前面用的是直捲彈簧 我們配用的是8公斤 那後面的話 剛剛沒有提到 後面的話我們選用是10億公斤的 的彈簧 我們可以看一下 從下面招上來 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的部分 這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KT 如果是車友 他要比較靜忌的 他要比較有操控性 他不要說維持原廠舒適的話 我們就會選用直捲彈簧 配我們的上座 這樣子就不用沿用上座 好 那這個是離載串做的部分 那離載串做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根據原廠的腳管去做設計 所以都有符合安全標章規定 那前面像這種賣花城的設計 尤其是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的把這個托盤 把它鎖緊 再把它敲緊 因為像這種賣花城形式的避震器 它所負責的作動 不是像普通A貝一樣 是單純的直上直下 這種賣花城呢 它還會 還會需要分擔到左右移動的狀況 所以這邊的部分 托盤都特別鎖緊 不然就容易會有聲音 上面拍得到嗎 上面這邊呢 因為剛好有飾板 我們把這個飾板稍微拿起來 這個飾板打開 我們前面的調整方式就比較簡單 前面調整的方式呢 只要把引擎蓋打開 把這個飾蓋打開 就可以做調整 那一樣 瞬時針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轉的時候一格一格的感受 這樣子 我們前面這邊也會上仿鏽油 有一些像是喜美的八代九代系列 八代九代它的上座調整組 你的地方 它剛好會在 車 它剛好會一個積水的地方 所以說很容易說 下大雨或洗車之後呢 如果你沒有特別把積水清掉 所以久而久之呢 就會生鏽 就會像剛剛那樣卡斯的情形 所以防鏽的動作就是 車友可以定期的去把它做一下 這台車照顧得很漂亮 這台是14年時候簽的 14年時候出廠的 稍微介紹一下KT的用料 來 小編 經理都會說 我們KT的用料 Zunio是用什麼 意大利IP Zunio 這個IP Zunio都怎樣 整筒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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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筒進來的話 它並不是授權來台做分裝的 而是原汁原味進口的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稍微加幾匙 在日常生活炒菜裡面應該 應該不能吃 亂講的 即使是用我們IP Zunio 這麼好的 避震器呢 即使是這麼好的Zunio 它使用一段洗線之後 也是會有老化劣化的情形 所以說如果有需要 日常使用久了 可能我行駛了十萬公里 然後三四年之後呢 我們要重新來回來整理 統新裡面的祖寧友 也都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這邊再次強調 就是工廠 對 那我們KT全省呢 都有服務據點 那如果說 有需要試乘的車友 也可以到我們粉絲專業後台 來詢問一下說 您是什麼車 住在哪邊 想要試乘體驗看看的 對 因為避震器的品牌有很多 那每一個人他喜歡的 乘坐感啊 喜歡的口味都不一樣 對 有些人喜歡吃巷口的鹹酥雞 有些人喜歡吃另外一邊的 對 所以我們都會 都會歡迎車友 跟我們預約試乘體驗看看 如果喜歡再考慮就可以了 今天車高的部分呢 車主他想要前面一指 後面一指斑 我們KT他是高低可調的 也是軟硬可調 一共30段組 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介紹 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車友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專業 跟我們小編聯絡 要說掰掰 好掰掰 掰掰